市長我們先跟您了解一下 說這一次北淺大東都來搜索高宏安的辦公室 是大概什麼樣的時間點 是前幾天發文給立法院嗎 就您得知的消息 詳細的情形 因為他有透過我們秘書長室 所以詳細的我秘書長比較了解 但是我想這件事情 大家都知道行政立法書法是三前分立 分立要制衡 不過我們是法治的國家 所以一切都是要依法而治 所以有關檢查宣證方面 他們就依法通知 立法院就依法配合 您什麼時候得知的 我現在沒有記那麼清楚 因為秘書長有報告 而且他們也有簽證給我 那我記得我看了一看 這個都是依法 所以我就寫依法辦理 當然現在在調查當中 那我們想就是說 如果說真的一旦委員要升押的話 是不是要經過立法院這邊來投 我想其他的都還沒有發生 那我不方便講太多 而且現在人家這個是在 在偵查過程當中 那到底有沒有都不知道 所以我們尊重司法的 就是說尊重檢查機關 他們的偵查行為 主要是依法 那立法院一定是依法配合 因為兩年前 是不是也有相關的委員被生押 當初是不是也要經過朝野選上 我想我們都是依法 謝謝 謝謝 都是依法 一定要依法 謝謝 謝謝 謝謝